最常见的是因为体检机肌肉没有发育而造成的先天性眼瞼下垂 这样的小朋友他的临床症状是眼皮无法打开 甚至有带长性下巴抬高提眉的行为出现 在有一些小朋友甚至会产生弱势及高度散光的情形 由于弱势他的黄金治疗期是六岁之前 因为下垂而产生遮病性的弱势 我们必须要及早的治疗 所以在单侧性眼瞼下垂的小朋友建议于两岁左右手术 但是如果是严重的双侧眼瞼下垂小朋友 则建议更早手术 以先天性眼瞼下垂来说当然有一些是遗传性的 但是有很多都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肌肉就没有发育 手术都不是改善肌肉的功能而只是调高眼皮的位置 在手术后一个月内眼皮会有一点点闭合不全的情形 在闭合不全的情形下角膜会因为干燥而产生破皮 为了防止这样子的并发症发生 在小朋友睡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点上人工泪膏 加强角膜的湿润度 但是幸好我们人有所谓的备耳之现象 就是闭眼时眼球会往上转 所以一般角膜暴露受伤的状况并不会严重 通常大人发生眼瞼下垂的情形是因为体检肌的筋膜松弛所造成的 它的原因是以退化是最多 另外常常戴隐形眼镜常常做眼皮的拉扯 或是有做过眼科的手术 下垂的激励也会比较高 再排除一些原因且经过适当的治疗 症状没有改善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以手术来改善外观及改善视觉功能